接著我們要上的是能源的利用跟開發 我們這個是以前教過的 我們以前有教過一個質量守恆 反應前後總質量不變 我們前面也提告過一個叫做能量守恆 能量可以互相轉換 但是總質不會變 這稱之為能量守恆 這是在一般的物理化學反應中 都是會保持質量守恆跟能量守恆 但是我們前面叫核融核跟核分裂 這個反應牽涉到原子核的時候 就不再是所謂的能量守恆或者是質量守恆 而是所謂的質能守恆 質量跟能量加起來會守恆 質能守恆 質能守恆 質量跟能量加起來會守恆 因為它E的NC平方告訴我質量會換成能量 能量可以換成 質量 質量跟能量總合不變 變成質能守恆 核反應核融核和分裂 叫做質能守恆 一般的物理變化或化學變化是質量守恆跟能量守恆 第一件是叫做守恆 守恆總量不會增加不會減少 但是可利用的會越來越少 這個我們好像前面提過對不對 因為所有的轉換過程中 有一些會變成散亂無法運用的能量 所以可利用的能量會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有兩句話 第一句話叫做總值不變 總量不變 這叫做守恆 第二句話叫做可利用的能量會越來越少 在一個密閉封閉的系統當中 可利用能量會越來越少 因為過程中有一些會變成散亂無法利用的熱能 那麼因為能量會減 可利用只會減少不會增加 所以要能夠有效的運用 有效運用來做 然後我們會講一些方式 包含後面要提到的氣墊公升 或者會提到的抽絮發電等之類的事情 這個就看過就算了 你也不要背 就是告訴各位 我們不同的器材 它的能量運用呢 的狀況 像燈泡是一個非常不好的 就是我用燈泡是為了發亮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它大部分的方法沒去 大部分的發熱 大部分的發熱 能夠用到的光的部分其實不多 它不多 這個看一看 那日光燈就好多了 但是也會有很多的熱 抗旱就好了 這也不用管它 就只是告訴你說 每個器材的能源利用效率不同 有的還算不是有的 其實很差 有的很差 所以吃進來100 都市只有4 這個4算是很差的 看一下就好了 那 那電有個問題 直到目前為止 電沒有辦法存下來 為了拿個東西 我發了電 才能把它存起來 當然在用 它一定要跑來跑去 然後一定到最後要燈泡掉 所以電沒有辦法儲存 到目前為止 有人需要發什麼超導體 什麼之類的 可以把電存起來 那目前並沒有成功 那多的 那白天用電多 晚上用電少 可是發電廠 一樣要發那個電出來 那這個電量就浪費掉了 那麼怎樣讓它有效的運用 那我們有個叫 抽絮發電 大觀發電廠 意思就是說 晚上用電少的時候 我把 用這個多的 不用的電 把那個水從下面 抽上來 然後儲存成未能 然後白天要用電 把它放下去 來做發電 所以用這個多的 沒有用到的電 幫我把這個水抽上來 然後白天放下去 幫助我發電 那這樣的話 能夠讓我的運用呢 比較有效果一點 有效果一點 OK 像圖式一樣 就是抽水的部分 然後呢 晚上呢 我就把水抽上去 然後從下時抽到上時 然後抽到上時 然後呢 白天把它放下來 然後從下時 上時 衝到下時 然後讓我發電 然後叫抽絮發電 運用晚上多餘的電 這樣其實算起來 發電成本是比較高的 可是呢 反正你不用耶 還不用 不用害你的跑掉 沒有用 所以這樣弄 這是一個部分 抽絮發電 另外一個呢 叫做 氣墊工生 就是有一些工廠 比如說煉鋼廠 比如說一些磁化葉 它在整個生產過程中 會產生很多的 廢熱 廢增器 我就可以把這個廢熱 廢增器拿來 回收 來幫助我發電 這樣就要做 所謂的 氣墊工生 它要有很多的 蒸氣 也要能夠讓我產生電 因為蒸氣呢 可以推動渦輪機 轉一轉就會發電嘛 所以叫氣墊工生 石化葉 鋼底液 這些東西 就可以 然後就可以產生電 電可以提供自己用 如果說 它可以拿去賣給台電 氣墊工生 所以 氣墊工生 它的設備 產生蒸氣 跟電力能源運用 讓整個的能源利用效率 會變得比較好 比較好 一起 所以可以滿足 我們的工業區的用電 減少帶電廠的這個狀況 現在電廠要蓋也不容易 然後達到一些環境品質的要求 多餘的電力還可以賣給台電 賺一些錢 所以就這樣子 像我們的北投 副業北投的垃圾混化場 就有氣墊工生的設備 因為它燒的時候會有一些 蒸氣啊幹什麼之類的 就可以拿來備熱回收運用 值得跟各位講 在我們的可利用的能源 會越來越少的情況之下 如何能夠充分的有效 因為我們的能源 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重要的課題 這次跟各位講的兩個例子 一個是抽絮發電 一個是氣墊工生 告訴你我們對能源的運用 OK